你们好呀,我是小杰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段马种K神腾腾的精彩主牌影子 腾腾这边使用车辆是竹心者 霍比特之旅的王图啊 第一个弯道呢都特别的挑弯 马种直接就裂开了呀 水手就总上一句DNMD 没事我还能追 K神这边的话也是追的比较紧一点的 只要但凡竹心者跑在前面会一点跑法的话 他们想要追上来那是不可能的 难不成竹心者还来个大失误 还是有点机会 可这都没有办法啊 他们使用的车辆都是指挥官 跑法都比较统一 没有爆发力 极限一点就能反超失误的对手 就比如马种这个技术 跑法是多么的极限啊 一个接着一个都得要反超过来 竹心者的跑法到了这边的时候 后面就没有多大的改进了 路线比较短 竹心者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最终的记录呢也是比较猛的 1分12秒 而且竹心者这边还有一个较大的失误啊 还能跑这么快 太恐怖了吧 K神这边保持在第二名跟着太稳了 一点变化都没有 来看马种这边是如何做到反超到第三名的 他这边呢也是运用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 来一个随心冲撞 最终是利用了这个小技巧 成功的反超到了第三名 不愧是马总啊